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非常感激大家去看這個頻道 因為我想將Jazz 的圖片 包著這個技巧 但一直都收不到我學Jazz 很高興可以在這裡和你分享 將今天玩的東西和大家示範一次 我慢慢來一次給大家聽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橫花了三個 chord D major 7, C sharp D major 7, F sharp 7 為何我會橫這三個 chord 通常有些歌曲很流行一开始来个major chord 通常第二个chord就会落diminished chord 例如Cultimation,Blues for Alice,这些都有类似的chord 通常这三个chord是无理选的 如果你看看我们今天的chord progression dmajor7就有d,f,a,c,c,dminished7就是c,e,g,bb 你会看到这些chord progression 这些chord progression和d7的chord progression 好像完全没有overlap 然后再加上fsharp7 再加上fsharp7 fsharp7 就是说有fsharp,a,csharp,csharp,e 如果你记得我们上次的chord 我会有一个ad,fsharp,ba 就是a,b,f,sharp,b,a 我一看到dmajor7的chord 通常都会玩这个chord 非常方便 但是我们现在每一个chord 譬如每一个chord 就是第一个chord 我转 我怎样可以很smooth 很清楚地把一个chord 转到另一个chord 但又很清楚 不会变成那支 两个chord 有些连接性强一点 有两个技巧可以用的 其中一个技巧 我们会用envelope 就变成envelope 我简单来说 envelope 我一个简单用法 就是会转chord 用的 我通常会在beat4 就是会用的 因为beat4 用了envelope 就可以转到beat1 就可以转到chord 所以你看到 我todayslix 我下一个c-sharp dmajor7 我是用c-sharp 开头的 你看到我们envelope 的技巧 就叫做包住 如果要包住一个音 我会用上半度 和下半度 然后就包住一个音 比如说 如果要包住一个音 我会用f 即是高半度 e的高半度是f 然后 e的低半度是d-sharp 然后再包住一个音 变成一个音 就是 如果c的音 要包住一个c 就是c高半度 c-sharp 接着就是b 即是c低半度 然后再用c 如此类推 就是 basically 第一个音 d-sharp 就是a,b,b,b,f,b,b,b,t. passion 我可以使用 soon 我玩完,我便会立即弄这个C-Sharp 你知道我下个C-Sharp C-Sharp高半度是D,低半度是C 我便会变成这样 哇,很顺利,立即有一个Cord转到另一个Cord 用envelope便完成了 所以envelope是非常非常之方便 就算我一个Cord有一个Cord和C-Sharp的Cord 其实两个Legs都不强烈的 你只听就知道 根本不强烈的 有时候你很想把两个Legs合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用envelope 接着F-Sharp7的Cord 我用了这个Cord 对,这个Cord 你看看 又是这两个Legs的东西 我便做了一个切割位 由E,F-Sharp7的Cord 由E开始 E高半度是F 低半度是D,F-Sharp7的Cord 我由D-Cord 由D-Cord 我便变成了 因为我便利用envelope 将三个Legs整齐的分析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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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ết 令人听到很滑的交流和Jazz的触摄影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明白了这个概念之后 然后就会练习envelopes 很值得练习 谢谢大家收看这个频道